每年臨近31購物節 內地網民總會創造出各種好玩新詞 由去年的美婦人 到今年一開賣提前到晚上8點的晚8人 這些網絡新詞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知不重要 要知道除了網絡新詞 一群奇葩網友出現在各大平台的評論區 一度成為熱手話題 他們頂著淘寶頭帳 用戶名家姓大鑽 模仿賣家蘇畫術 被稱為淘寶藝裝者 這種新型網絡行為藝術 網友在不同熱門話題下 模仿賣家蘇語體好評留言 迅速引起大量網友訪效 面對英俊美女 他們五星好評 有密留言 親、禮貌性格 拆到民寵貓狗 他們期待收貨 清一色的橙色淘寶物件頭帳 令人一時間都不以為自己跑錯了平台 微包充滿頭戲的對話 為何大家活躲於藝裝成淘寶用戶? 究其原因 卯想存在大量頭帳選擇困難症用戶 橙色淘寶用戶頭帳 久而久之 成為一個足夠龐大的匿名群體重要標識 揣台的錯亂幽默更容易得到共鳴 吸引越來越多人加入陣營 引起一股淘寶式評論風潮 有納媒評論指出 淘寶用戶這個群體的人赤 可以概括為消費者、甲方、匿名 可以評價商品而不讓他人評價 在橙色頭帳掩護下 和年輕人追求自由、保護隱私、不想被束縛 想要表達出自己內心想法的需求不謀而合 淘寶用戶的角色扮演上 似乎能合理地滿足他們對匿名話語權的需求 通過多種身份 常人在同一個網絡世界中 背後藏著年輕人希望自己適當轉換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社會的要求 現實的壓力 以獨立的多樣身份去體驗世界 再見 再見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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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